另外一群妈妈问8.2.3 她说可否突破70元? 我觉得8.2.3来说 当然如果要突破70元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 差少少 差2元左右 升幅也可能是2-3%左右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见70元 有机会的 但我觉得如果拿了领展 就不要用你这样炒 就是不要炒2-3元炒格仔 因为炒格仔你不会选领展 领展当然我自己是喜欢的 因为这种业务和前景 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实情的 还有如果这一刻 你说香港的疫情是过去 对它也有个受惠性 但是我想握它会比较倾向 是真的中线一点 收下息这些 所以我觉得你用来短炒 其实就不是太值得的 还有其实近期股价 说说从3月的中后 去到现在4月份来计 其实它是发挥到一个很强抗跌力的 你看它没有跌过 都是横行 但是同步的市 或者很多股价都是回来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硬正的股份 或者是risk 但是你看到近期硬正的股份 其实很窄 可能大概是66.5 去到挨近69 都是大概3-4元左右 其实你计算发分比 是6-7%左右而已 其实是在6-7%左右 所以是一个很窄的上落 虽然你真的要博 不是不行 但是就不是太多水位 反而是倾向长线握 我都会比较好一些 是 是 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